香港第一次舉行創意飛車活動 幾十架造型獨特的車參加競賽 吸引大批市民圍觀 由詩宇帶大家看看 點心車 水果拼盤 這48個鬼馬造型 全部都是一架架行動的車 不過要控制他們完成300多米的賽道 就一點都不容易 遇到障礙物還隨時炒車 唯有靠隊友同心合力推翻重點 每架車的造型都創意十足 有不少都有香港風味 這架精龍車走到最後幾乎撞到散了 經典的遊戲機卡通 就勾起不少市民的童年回憶 觀眾都看得進進樂道 都頗有心思的 不是說衝到下來爛了 都頗好 不錯 要贏個比賽一點都不容易 除了車的速度要夠快 設計要夠靚之外 最緊要是車身要夠堅固 否則車未下來都已經散了 參賽者就說 比賽第二 自在參與 車在那邊是比較闊 所以都很怕會撞到那些草 但到最後都可以去到最尾 沒問題 他們都希望 將來可以有更多這類型的比賽 鬧風騰電視記者CV報道